一年三天 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多伦多国际雪地车 沙滩车及全地形车展览 在多伦多国际展览中心成功举办 冬天到了 所有的活动都转向了和雪有关的主题 展览会设有数百个展览餐位 展览商包括加拿大本地著名的ITV专业厂家 也有著名的亚马哈、川崎重工、本田等机械制造厂 当然在这里也可以信仰到这些厂家 本年及来年推出的最新型的户外运动车型 冬天户外运动迷们如果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装备 那么在这里可以找到合适的零件、配件、辐射以及相关用品 更有研讨会、驾驶训练、雪地车比赛 儿童游乐项目等等 展览中心还有许多冬季旅游景点介绍 可以倾听旅游代表讲述有序的活动和旅游线路 加拿大的四季被誉为长冬短夏无春秋 冬天是本地最长的季节 相信许多新移民一到冬天就会在那里发愁 冬天到底可以玩些什么 其实加拿大的冬天是最美丽 也是最有特色的季节 各式各样的冬季户外运动深得加拿大人的喜爱 近距离零接触 是多伦多国际雪地车、沙滩车及全地形车展览最大的卖点 许多本地家长带着孩子参加这一盛会 让孩子们从小就与大自然密切接触 唯一遗憾的是 在这样世界顶级的大规模展览 却难得看到华裔的面孔 我们说天天要融入主流社会 而本地加拿大人最爱的运动展览 却视而不见 却是有些遗憾 这是365网络电视记者发指活动现场的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